三体火了这么多年,现在终于有拿得出手的影视剧版了,追完刚刚的更新,作为援助党只想高呼,还原得太神了,可以追并且是放心追。 三体作为中国科幻的巅峰之作,这些年关于它的改编,一直是雷声大雨点小,从电影到电视剧,从国内到国外,前段时间好不容易出了的动漫,结果被改编得惨不忍睹。 那么三体到底讲的是什么,为什么剧版就可以完美地改编,而动漫版就改得稀烂呢? 今天咱们就深度解析下剧版三体的精彩内容,干货很多,赶紧上车。 三体人的阴谋 如果没猜错的话,剧版三体讲述的应该是三体一的内容,虽然也叫三体,但是真正的三体人并没出现, 而是由三体派到人类世界的两颗,号称质子的东西来影响地球的,他俩一边监督地球的情况,一边影响地球的科技进步与发展。 而剧中科学家嘴里的物理学不存在了,就是受到了他们的影响。 那么这个所谓的三体人,为什么要来搞我们地球人? 答案很简单,那就是殖民。 当三体人接收到地球发出的信号之后,就朝着地球的方向来了。 但是吧,他们身处在离着地球四光年外的半人马座Alpha星系,如果从三体星出发到地球来,至少需要四百年的时间。 按照当今地球科技的发展速度,等到四百年后三体人到达地球上的时候,我们的科技水平已经可以完全碾压三体人。 那么他们千辛万苦,不但穿越星际,还耗费四百年的时间来到地球,就图一个被暴揍的结果。 三体人也不傻,为了避免这样的悲剧发生,他们就提前释放了两颗超越地球当代科技的质子,用来阻碍我们科技的发展,定完命地影响人类物理学的实验结果。 目的就是为了让科学家们的信仰崩塌,进而影响人类科技的发展。 于是三体人的计划成功了,人类知名的科学家接二连三地离奇自杀。 这是不但震惊了学术界,也震惊了军方。 离二三体游戏 军方找到了一个叫汪鸟的秘密材料,科学家合作,目的是让他打入一个叫科学边界的秘密组织卧底调查,可惜他早期的积极性定不高,而且不喜欢自己的搭档使强。 结果忽然有一天汪鸟拍摄的照片上出现了倒计时,就连工作时的星空中也在倒计时,关键是这串倒计时越来越夸张,最后直接挂在了他的眼前,无论睁眼闭眼都是这串神秘倒计时,这让他感到了绝望。 于是汪鸟开始重新重视史强,向他寻求帮助,而史强给他的解决方案竟然是,去玩一款名叫三体的V2游戏。 三体游戏非常厉害,它不仅仅是个游戏,因为里面的样式都是模拟半人马座《达法星系》中,三体的外星文明的真实状况。 而这个游戏创造的目的,就是想找出对人类文明极度失望的人,然后将他们组织起来,共同迎接三体人的到来。 当然,创造这个游戏的组织就是科学边界,而创始人竟然是一位在清华大学任教的老师。 他的名字叫叶文杰。 叶文杰的历史始末,按道理讲,他作为一名清华大学的老师,曾经还在科技的前沿工作,为何会做出背叛人类的行为呢? 叶文杰的人生很凄惨,大约在1960年左右,他还是清华大学的学生,父亲是物理学科的权威,本该有个光明的未来,却因为母亲对父亲的控诉罪证,搞得家破人亡。 伤心欲绝的他远走大兴安岭,当了一名普通的伐木工。 本以为就要这样度过一生了,那还不能看看书排解一下苦闷的人生了,结果他看的是禁书,还被朋友给告密了,就因为这是他险些丧命。 最后还是自己的专业知识救了他一命,叶文杰被收编到一个叫红岸基地的军方地点开始工作,而就是这个工作的机会,给叶文杰的人生带来了巨大的转折。 红岸基地的真正目的是探索外星文明的存在。 红岸基地非常神秘,对我国也非常重要,只可惜早期的时候因为技术的落后,我们通过仪器发射的信号,外星文明根本听不到, 这就相当于一只蚊子在天地间叫了一声一样,想被人听到根本不可能。 而这个叶文杰很厉害,他偶尔一次发现了太阳,竟然能将高频电波信号放大, 如此一来,我们仪器发射的信号,就可以通过太阳增亮到万倍一倍的大小, 这样就可以把信号电波传递到宇宙内更深更远的地方。 于是,他做了一个实验,把通过太阳放大的电波朝着宇宙的四面八方传递了出去, 也正是因为他的这次发射,我们被三体人发现了。 大概八年之后的一天,叶文杰收到了一条非常强烈的回复信息,翻译过来的意思是,不要回答。 面对这样的警告叶文杰视若无睹,毕竟这个时候他已经算是一个家破人亡的孤儿, 对社会甚至是整个人类都失去了希望,所以他回复说, 到这里来吧,我将帮助你们获得这个世界,我的文明已无力解决自己的问题,需要你们的力量来介入。 三体组织覆灭 从这个时候开始,叶文杰就和三体人联络上了,之后那段痛苦的灾难结束之后, 他重新回到了清华大学任教,然后与朋友秘密建立了三体组织, 并策划制作了三体游戏,也是因为这个组织搞的鬼,人类的科学家们才会开始集体自杀。 这个组织从叶文杰开始接收三体人的信号开始,就一直与三体世界保持着联系, 而这些信息都被叶文杰放在三体组织的一个硬盘里。 现在这个情况属于,三体人靠着质子监视着人类多年,也了解了许多人类的信息资料, 并且通过叶文杰把人类了解得比较透彻, 可我们人类对于三体人却啥也不知道,那么三体组织与三体世界的联系信息, 就是最好的三体人资料,拿到它,就有机会翻盘。 还记得剧情开头史强吐槽汪鸟的内米技术,说可以切割钢刀一样的物质, 于是史强提出了一个飞刃计划,用汪鸟制作的高强度内米细丝, 直接把三体组织聚会的轮船切开。 终于三体组织覆灭,关键是在汪鸟与史强的联手下, 人类拿到了完整的三体文明的资料。 于是,科学家自杀事件的谜底终于被揭开, 而人类也开始着手准备,如何应对四百年后到来的三体人。 三体真的非常精彩,不但是故事性, 还有它里面的各种脑洞,尤其是火鸡科学家的例子,细思极恐。 而剧版基本上做到了小说内容的原版还原, 除了部分台词略微修改之外, 其他的一点都没变,属于原汁原味。 不论你看没看过小说,追起来都极度舒适。 演员们演技都在线, 尤其是这一季的双男主《汪鸟》和史强。 他俩的扮演者于何为与张鲁伊的的演技都不用夸了, 基本上感觉就是从书中走出来的人物,非常靠谱, 所以还在犹豫的你赶紧追起来, 这句入局不亏,这次的三体是真的用心了。